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近年来电子竞技的兴起,让许多青少年纷纷投入这项产业,向往成为职业电竞选手,赞助商建立战队经营。 不过电子竞技是否是一种运动,一直是各界争论的焦点。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28日表态,电竞的确是一种运动。 综合外媒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H所主持的第六届奥林匹克高峰会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中, 国际奥委会IOC同意电子竞技可被视为是一种体育运动,Sporting Activity声明表示, 具有竞争性的电子竞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育运动。 选手为比赛所付出的准备,日常训练强度等都可以与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员相媲美。 国际奥委会进一步指出电竞产业的成长十分强劲,在各国的青少年人口中尤为发展,成为电竞加入奥运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未来电子竞技是否能进军奥运? 国际奥委会说,电竞想要成为奥运中的一项正式比赛项目,其内涵不能有为奥林匹克精神, 必须进一步确认,保证电竞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徽章制度, 例如反兴奋剂条款,不能涉堵,不能被操控等。 2022年将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将电竞列为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成为电竞迈向奥运的一大进展。